新的遊戲 今天要來分享的遊戲到現在其實還沒有上市 是到電玩展的時候呢 剛好擁有一個快速通關券 所以這次就跑進去裡面特地來試玩一下 而且對於這樣子的一款遊戲 算是長久沒有玩了 畢竟現在在玩的射擊遊戲 相信大家應該如果有在看這個頻道的話會知道 應該是以七彈大作戰這款射擊遊戲比較常見 那这种比较你正式的射击游戏呢 其实现在真的比较少碰到了 在上一套游戏呢 应该是属于《战力时空》这款游戏的吧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久了哦 这次要来试玩分享心得给各位大大们的游戏呢 就叫做《全境封锁2》 那这款游戏呢 其实它的一代我自己本身是没有玩过的 这次呢直接就玩了二代 那现在还是先回到现场去玩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好了 GoGo 哇这边有个超大的场景 超级大 好那进到试玩区里面来呢 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手把的操作说明 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张是英文版的 接着呢还会有工作人员来跟我们做一个现场的交流 其实我们现在带的这个耳麦啊 里面是会有工作人员所讲的话 工作人员所讲的话 会透过这个耳麦传到我们的耳朵啦 就是顺便呢在玩当中 教我们如何来更精确的做更多的移动 全境封锁其实到了墙边或者到了一些掩体旁边啊 我们都可以按A来进入掩体的动作 这个也是透过工作人员呢 给强力的指导之后 赶快来运用一下 对我们来讲呢 要瞄准敌人或者要找敌人在哪里哦 用这种进入掩体的方式来看 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整个室也会变得很大 然后就像现在大家画面看到这样子 而且呢比较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那如果说射一射呢 要下来换弹甲的话 只要再放开之后 就是放开瞄准的按键之后呢 它就会再回到掩体里面 也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玩法 那游戏中呢 其实有点像那种七弹的场地 它就是在里面有很多的小型 大大小小的岩土 然后敌人可能会从四面八方出现 左上角会有一个地图 然后地图上面也会显示 敌人的方位 跟我们的友军方位哦 刚开始呢 在罗卡的右手边这些朋友啊 诶 应该就是罗卡的伙伴啊 在这次试玩这个全境封锁当中啊 扮演着一个非常有缘分的队友 那其实玩起来有一些敌人的角色呢 比较阳春一点 就是血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 接下来会慢慢出现一些 比较类似像BOSS精英的感觉 那些精英出现之后啊 它们的血量就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呢 在使用的这个是 XBOX的手把在玩哦 其实以前玩这种 第三人称的射击游戏啊 比较习惯的还是拿 键盘跟滑鼠在玩 这一次呢 是第一次使用 手把在操作 不过呢 因为原本有玩过七弹大作战啊 真正的第一次使用手把来玩的射击游戏呢 应该算是七弹大作战 那这一次呢 在玩这一款全境封锁 算是有稍微习惯一点 不过因为里面的动作很多 加上它可以吃一些补包啦 然后投资武器 然后使用主武器 副武器等等的 那这些可以在战斗当中做变换 也是相当的丰富 其实它的动作 整体来说算蛮流畅的 因为在移动起来 看敌人移动 还是看我们自己的移动 算是还蛮流畅的 而且我们跟队友 每一个人会扮演 不一样的角色 有些人可能是狙击手 有些人可能就 其实也搞不太清楚 目前为止 自己玩的这支 是什么样的角色啦 它是拿的就是类似冲锋枪 或步枪 这一类的枪械 玩起来也算是一个蛮好上手的角色 好谢谢 总算是稍微试完了一下这款全境封锁2 那这次试完之后 还有发了三个东西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第一个是一个VIP的精英封闭测试 上面是有一组序号 这个是封测的资格序号 好像上网填一填也可以拿到 好不好 这张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上网填一填也可以拿到 一个封测的资格序号 里面呢就可以体验到游戏的一部分的内容 可以体验到三分之一大小的游戏地图 之后呢如果想要来试玩的 也可以去申请看看 好不好 这个可以试玩一下 再来呢还有一张这个是 We Need You 哇这个还蛮特别的 上面有QR Code Ubisoft Store 勾车折扣代码 然后还有一个是三星的萤幕 其实那天在现场有发现 跟那个所有的试玩的萤幕啊 应该都是三星的这一组萤幕 好那我们现在呢 掃完上面的QR Code啊 来稍微看一下好了 首先呢有一个是 Ubisoft Store 网站的 折扣代码 好不好 折扣代码 那这上面有一些游戏 是有特价的 这样看起来是有一些游戏 在做特价 诶 这个不是还没出吗 即将推出 好上面有一些游戏是在做特价 哇还有到扣掉60%的游戏 极地战豪武 太厉害太厉害了 刺客教条奥德赛 半价诶 数位豪华版半价 刚好有要买游戏的就可以用一下 另外下面这一组 Monster的饮料 哇这个能量饮料 它的掃出来是一个 2019Monster K-POP 在台北的一个拼盘演唱会 四组寒流艺人 组成的拼盘演唱会 里面呢有一些详细的资料 反正呢 可以少来看看 再来旁边这一个三星的U32J590 扫出来呢 它就会写到 有一个限定优惠的部分 在这上面可以买萤幕 这个应该实际上是31.5寸的4K萤幕啦 这台萤幕也是Ubisoft官方指定 现场试玩的电脑萤幕 听说他们官方在当初挑选指定萤幕的时候 有很多细节的要求 确保能在近距离的环境下游玩时 呈现最佳的游戏4K效果 所以现在其实有一些萤幕喔 用起来之后就会发现 嗯 有点像开外画的感觉 不管是十字准星啊 还是要用这个游戏模式 把暗部的地方稍微调亮一点 像以前 有时候那个萤幕就是要特意把它调亮 在玩CS的时候 不然有一些比较矮一点的地方 狙击手蹲在那里 讲真的还真的看不到 那现在的这个萤幕的技术 真的也是越来越好 包括画质啊什么的都越来越好 PBP画面分割 PIP直目画面 哇这个 如果有兴趣的自己再来 啊 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这张竟然是把它设计成一个紙飞机的概念 因为有看到上面有虚线 它上面有很多条虚线 然后背面这里也有虚线 这个虚线在下面这里啊 就画上折子飞机 所以这张只是给我们折子飞机用的吗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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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的游戏平台 然後再輸入這個序號之後就可以做兌換 哇 除了可以有實體的泰迪熊湯米 在遊戲裡面應該也可以有 虛擬的泰迪熊湯米 這邊呢有圖片 那這個到時候就把它抽出去好了 訂閱羅卡號CCN的頻道 然後呢 留言說我要泰迪熊湯米好了 禮拜三晚上10點抽出來 那會直接公布在YouTube上面 然後趕快把收件人資料 私訊給羅卡號CCN的FB喔 就趕快記出 好不好 快過年了 希望可以過年前可以收到 這個就把它送掉啦 最後當然是要來分享一下 就是玩的這款全境豐富2的遊戲喔 有一些什麼樣的心得 包括呢有上網爬了一些文 有看到了蠻多的留言 就是玩家跟一些遊戲看板上面 所寫的一些新聞喔 這些其實寫起來啦 綜合看了一下喔 這款遊戲其實 講真的自己玩起來是覺得還不錯玩 就是哇真的非常厲害 畫面非常的好 而且整個在操控啊 在射擊的感覺啊 都非常的棒 剛開始呢 難度有點循序漸進 因為在現場 其實有一個人在帶我們的 隊伍玩 然後一邊做教學 一邊指引 甚至呢 我們可能不知道怎麼用補包 他都會是時候的跟我們講說 欸這時候要發動一下補包喔 稍微補一下自己的血啦 才不會很快就掛掉 剛開始呢 還會給我們鼓勵一下 激勵一下 哇你們這一隊呢 是我現在看過最棒的隊伍 沒有一個人掛掉 現在玩到這邊 太厲害了 結果呢 後來大家還是 陸陸續續的有人掛了 當然第一棒掛掉的人 還是由小弟我來 領先取得 整個在玩起來 你就會發現 這樣子的射擊遊戲 除了畫面很棒 聲光效果不錯以外啦 整個玩起來還蠻刺激的 那在試玩的時候呢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好笑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是使用 SBUS的手把嗎 A跟B跟Pro的手把是相反的 那個時候在耳麥裡面一直講說 要按A 要按A 要按B 要按B 然後呢 總是會按相反的感覺 這算是在試玩的時候 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那因為他有出在 SBUS PS4 然後 PC上面 有很多人有談到外掛這個問題啦 這個部分呢 可能就是要靠我們自己來稍微 呃 自制一下啦 畢竟遊戲呢 自己來玩是比較好的一個體驗啦 如果說呢 能夠把遊戲玩好的話 那種成就感也可以倍增 如果未來要入手的話 可能還是會選擇PS4來入手吧 如果有想玩的玩家呢 也可以親自去入手來玩玩看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在下面留言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點個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下次見 掰